大家都是一人講一句對郭哥的感覺 然後我就說 其實我一開始沒有很喜歡你 我們到現在都沒有時間去商討 我們這個人生大事的問題 但是我心中是有一個大概的計劃 那我不會讓他知道 希望是明年了 其實不是流星雨活動嗎 就是這樣 全明星流星雨報 曾不喜歡郭洪志 熬成在空姐女友站台瞬間失焦 在全明星運動會四中表現可圈可點的 劉昕雨發表最新單曲 全明星黃隊的隊友們也助陣站台 怎麼穿這樣 不要在那邊 你這樣子 為什麼沒有給點 使叫 或是從一件 我剛剛沒聽到 那我聽七五個歌 怎麼覺得很好 抓耳 抓耳 像全哥剛才講 我跟妳抓耳 所以我覺得 這首歌已經大了 我還有一陣子的迷惘 在全明星運動會的時候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吃午餐 我們就只能吃那個飯館 然後我就邊吃邊哭 不是因為另外一個 是變穩屈喔 蛤 變抹黑喔 那個 不知道不知道 其實比賽的時間很適合 比賽的那個時候 嗯 其實我那時候完全不敢去看那個 下面的評論 就是說我都為了比賽 那個手都已經斷掉了 怎麼會有心思就是 就是去執行其他的事情 就是真的比賽都來不及 或者是我們已經三點半 然後郭哥就帶我去錄 然後就有人準備蛋糕 要幫我慶祝 本來是三連勝的蛋糕 變三連敗 然後呢 大家就一人講一句 對郭哥的感覺 然後我就說 其實我一開始沒有很喜歡你 可是就是 相處過後 你覺得他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溫暖的 躲地是這樣跟 沒有這樣公開聯訪 好不習慣 哇 逮到敖犬和超正空姐的女友 發發合體 不免就要問一下 兩人未來的婚姻規劃啦 但女友發發超害羞 然後全程甜笑 痴痴的望著熬犬 我們到現在都沒有 時間去商討我們這個 人生大事的問題 但是我心中是有 一個大概的計劃 那我不會讓她知道的 希望是明年 而且很大 例如在生 還是會先生 我覺得女生應該都蠻在乎 就是 不要跟你反過來 你有順一點 會比較像一個正常的一個方式 就是進行 會嗎 你會在乎的嗎 還是我們先生一個 哈哈哈哈 先生一個 生小孩哪去要什麼時間 就水都可以 就 對啊 就努力啊 我是真的覺得 那一天的狀態 我可以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女生應該會覺得說 求婚可能一輩子只有一次啦 嗯 那 這種什麼都沒有準備的 還是比較不算數啊 私底下 再補一個比較完整 你們這樣 她都沒講話 沒關係啦 她就漂亮了 其實不是流星雨活動嗎 哈哈哈哈 祝你們有慾愛河 嗯